2016年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大展进入第二天了 有更多厂商推出新产品 不只让消费者眼睛为之一亮 恒大程度上也预告未来的发展方向 有哪些新品不容错过呢 我们马上连线给人在现场的东森新闻记者孟子文来为我们报道 是的 谢谢直播 我现在就在拉斯维加斯SCE消费电子展内 可以看到现在有非常多的人涌入 今天是开展的第二天 而今年有3600多家厂商参展 这两天有多家厂商也召开了记者新闻发布会 发布了非常多的新品以及概念理念 而领域也横跨了汽车 家居 医疗 健康等等多种 现在就让记者来带您看一下其中的亮点 今年一些汽车厂商把自动驾驶技术就放在了车中应用 而这些技术也在不断地成熟和发展 而且业界也广泛地认为 电子领域的影响程度也胜过以往任何时期 丰田汽车就宣布了加速开展互联的技术相关工作 说在外界环境不断地变化的背景之下 丰田将通过互联技术 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利放心的用用体验 而在看电视方面 2016年4K电视将会全面化 有可能普及的趋势 而几乎所有今年登陆CES展会的所有电视 都将是4K的超高清电视 市场中评价4K电视也会不断地出现 这都意味着4K电视已经走上了普及之路 想必商家之间的竞争又会迎来新的一轮的厮杀 而明天1月7号也会将会有几十场的会议 其中有像包括了迪士尼啊 CM的这张大厂商来召开新闻发布会 还会有很多的讨论会 而题目的也是多种多样的 比方说有无人机安全啦 远程医疗啦 甚至是可穿戴设备等等 非常的有看腾 以上就是我们了解的最新情况 现在把镜头交回棚棚主播